7月31号的凌晨 河南郑州街头发生了一起残剧 有一对近城卖水果的老年夫妇 晚上露宿在一家酒店的台阶下 睡梦中遭到了一辆轿车的碾压 老大也不幸当场身亡 目前肇事后逃逸的司机 已经被当地警方抓获 监控画面显示 7月31号凌晨4点26分左右 两名老人已经在一家酒店院内的台阶下睡着 这时一辆白色轿车驶入院内 车辆在向右拐弯时 左侧车轮直接碾压到了 躺在地上的刘爱新老人 白色轿车稍作停顿后 就直接向前开走了 据了解死者刘爱新和老伴孟兰英 平时以卖水果为生 时常在街头露宿 事件发生后 郑州市郊群警一大队迅速成立专案组 并发动郑州市民寻找肇事者 7月31号晚上 肇事司机被抓获 目前呢 之前郊群 招街的这个驾驶员呢 已经被我们形势拒留 那么案件的其他商务工作呢 正在紧张有趣的进行 民警表示 事发时两位老人露宿的地点 属于城市道路的区域 根据规定 这些区域禁止人员随意坐卧 停留 嬉闹 为了自身财产安全 千万不要在这些区域坐卧